截至当地时间1月24号凌晨 湖北 武汉 黄岗 鄂州 枝江 乾江 赤壁 仙陶 七个县市宣布封城 大批的军警助手切断了公共交通 限制进出 武汉天河机场马上就要封闭了 公安的都到了 武汉的物价飙涨 虎商超市1.8公斤的西红柿卖到了52元 1.5公斤的馒头49元 物资紧张 市民争抢 大打出手 而医疗资源更为稀缺 有病人辗转多家医院 无法住院 有患者在排队时直接倒下 也有医生情绪崩溃 质疑上级不作为 你能做什么 我们不想过 你把这些医疗都搞走 趟在地上都拿走 据信是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孟兴的贴文说 他与同事1月2号拿到了本次病毒的标本 7号晚上分离病毒成功 8号凌晨拍电竞 为防控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湖北的人大会议1月12号起在武汉召开 武汉当局随即从1月12号到16号冻结报告新增病例 之后疫情全面升级 疫情它就是像一个火种 你越小的火越容易扑灭 火到一定程度的话 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切一个隔离带 但是它这个决定太晚了 武汉是有100多万的大学生 很多大学是1月12号放假的 就离开武汉在全国各地 截至24号凌晨 官方宣称中国大陆确诊617例 17例死亡 死亡率约2.8% 那就不至于把武汉这个千万人口的城市给封了 这些数据的可信度非常低 从民间传出的消息看 重症率死亡率其实并不低 只是外界没有办法把这些零星的病例 统计出一个准确的结果来 而有条件有责任去做的 中共当局却不做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22号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潜伏期为14天 潜伏期也可能有传染性 而且病人有可能不发烧 很多轻症病人和不发烧的病人 难以追踪而扩大了散布的机会 当然还有人为的因素 就是现在不接受病人 1918年西班牙流感 有一种说法是死亡率在2.5%到5之间 在烈性传染病当中这个不算高的 但是因为感染人数太多 最后成为世纪性的灾难 恒和表示 冠状病毒在传播过程中 传染性和毒性还有可能发生突变 应该按照最严重的情况做防疫准备 但是中共目前依然拿维稳的手法对付疫情 加大了风险 新藤记者玲瀛纽约报道 irezy Stockton 蔽文灾 应该把作品系统新提供 佛ивать kalau我们来得及